红灯区的路边,停放一辆车很长时间没有移动,两名巡警上前,让车里之人将车移走,可男人不理不睬,仿佛没听见一样。 两人一阵质疑,难道你爽过头了吗?可当他们一到前面才发现,男人脖子上套着一条女士内裤,他早被人套子里面有精液,套子外残留口红。 他的钱包信用卡都没在,暂时不知道死者何人,但车辆登记在一个叫杰森的人名下。 听到杰森名字,维亚似乎吃了一惊,他赶紧提取到指纹。 指纹符合一名男子,那人叫凯文布朗,只是那家伙现在改变装束,让自己成了一个半男不女的人。 老唐指示,寻找杰森的包包。 大卫询问维亚,没听你提到和杰森交往。 维亚解释,那是五年前,也为一个案件两人合作。 中间有一个怨你歪七,两人不自觉滚到一起。 可后来随着案件结束获知,杰森是被人用蒂娜的内裤勒死。 蒂娜建议两人找一个叫安迪的人谈谈。 也为杰森负责的案件中,有名犯人公开威胁过杰森,安迪比较清楚此事。 安迪解释,如果担心罪犯威胁的说字。 法医曾说,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昨晚九到十点间。 说话间,杰森领导来找老唐,他给老唐带来杰森银行账户。 因为马特曾在狱中吹嘘,他买通了杰森,不久就会被保释潭流着清晰唇艳。 大卫质疑,暗场里说,不太可能留下那么清晰唇艳。 法医解释,他分析,应该是死者死后,凶手在套,回到办公室,几人讨论案情。 大卫觉得,不太可能是抢劫所杀。 因为杰森被杀,他的信用卡一直没有消费过。 老唐指示,不要在这里猜测,去杰森住处看看,读携带者呢。 两人见到安迪,对方解释,他经常下班和杰森一起吃饭,由于觉得没什么特殊之处,所以没有告诉两人。 两人询问对方,是否知道杰森是同一。 杜尚现在没搞体育,他成了一位地产大亨。 据对方介绍,那晚上自己去那边开会,结果在酒店大厅遇到杰森,两人打了招呼就分手了。 两人回到警局,罗根他们查到,把命案伪装成妓女杀人案。 证据分析,不足以取得对安迪,采取强制性检测迪恩位。 此刻老唐接到电话,他让大卫去找安迪,又告诉维亚,法医让他过去一趟。 法医告知,经过化验,杰森血液里艾滋病毒浓度非常高,因此不他要来警局,不明所以的凯拉过来了解情况。 凯拉解释,他们夫妇和杰森相识多年,三人一起不知过了多少圣诞节。 现在突然杰森离世,一时难以接受。 大卫叫来安迪,对于警方突然指控他有安迪拒绝。 迫于压力,你们会诬陷好人,你以为我不懂你们的操作吗? 两人来找安迪牌友,对方解释,他到的时候,确实看到安迪一坐那边等候,当时应该是八点半左右。 约翰两人,见到安迪另一排友,见到杜尚·罗根开门见山,如果你不说出你们排局的秘密,我们会深入调查你们美人的情况,到时你想隐瞒可能妄想。 杜尚表示,我不集体撒谎,替安迪做时间证人。 警局里安迪表示,我到底跟你们说多少次? 我不是同性恋,我有家也有妻子,两人恩爱无人能及,而且我更没杀人。 维亚指出,从你口腔里提取的DNA,跟一起教计的说法,可能会被陪审团接受。 本案里,杜尚能否出庭将成为关键,可杜尚一口拒绝,自己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会出庭作证。 如果那样,自己盖的房子谁还会买? 卡西指出,法医的证据不能采纳,安迪律师会找出十个相同毒株病人出来,你能说明他们都是凶手吗? 此时,凯拉来到警局,同事指出,你将安迪患病之事告诉他妻子,你真的只想保护他妻子吗? 卡西心情复杂,如果说完全没有私心,那是假话,由于本案没有关键性证据,拉着丈夫的手,他回顾两人相识的经过。 某天,你拉着我的手,用水彩替我画了一张圣诞贺卡,上面有中央公园的几棵树,后面是几栋建筑。 这些我都历历在目,从那刻起,我就深深爱上你,爱上你的才华,爱上你像个真正的男人,承担你自己犯下的过错。 此时安迪失去了当初的锐气,他反复强调,是我不好,没将真实事件告诉你。 当时杰森要求他离开家人,可安迪失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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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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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